欢迎收看9月21号的财经Expresso 晚上好我是景龙 首先来看股市走向 美国最新的经济数据强劲 以及美中贸易战有望降温 带动了区域市场全面翻盘 马股也上升了6.94点 全贴收报1810.64点 汇率方面 受到美国和墨西哥达成贸易协议 以及中国考虑对进口减税的利好推动 马币兑美元的货币汇率走高 上升至4.1280令吉 紧接着有市场交易数据 外资今天近买入310781万令吉 而本地机构以及散户则分别卖出 27062万令吉 以及3719万令吉 接着来看今天企业BlackMoney的单元 新销售税推行之后 还有很多事项有待厘清 因此迎来不少的批评 三大香烟公司之一的日本烟草国际JTI 今天就开炮了 批评当局决策不当 造成了香烟市场陷入了薛价战 由于香烟价格的调整 都需要获得卫生部的批准 可是新税制施行之后呢 卫生部到现在都还没有公开 香烟公司的申请 而根据2004年的烟草控制产品监管条例 消费者必须承担所有的烟草税 因此在结果公开之后 香烟价格可能会再一次的调整 而虽然商家都期待当局尽快的处理税务的问题 可是财政部长林冠一表示了 完整的征税名单只会在11月2号 2019年的财政预算案提成之前公开 而林冠一也说了SST重新推行之后 大部分的产品价格已经降低了0.2%左右 另一方面 由巫统控制财务拮据的媒体集团马来前风暴 为了降低整体的成本 向一半以上的员工提出了自愿离职计划 并声称这是重组计划的一部分 该集团目前拥有1500名的员工 而知情人士透露了员工将会分阶段的被解雇 约有800名的马来前风暴职员已经收到了信函 他们可以选择接受与否 不过还不知道有关的现役的补偿架构 而该集团还没有对此做出任何的声明 前风暴目前因为无法缓债 而被列入PN17的财务线困公司 而本周更爆出了无法支付记者的薪资 根据长年报告 该公司2017年的财政年负债就达到了 3亿2817万令吉 换个焦点 虽然粉红富豪发行的加密货币面对当局的调查 但这却无法阻挡加密货币的发展趋势 单私立李金友就打算寻求绿叶集团股东的批准 发行10亿个拥有21令吉资产支持的加密货币 初步阶段将会开放3亿个公民众认购 而绿叶集团强调了 区块链的技术将会是该公司未来的发展方向 而配合上述的计划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揭调 哥